还有一次呢 李嘉诚把这货都做好了 人家就订货那家 也是欧洲一公司 他把货做好 正准备交货的时候 突然间这家不干了 说那边要不了 不用这东西了 按正常来讲 李嘉诚可以向他提醒赔偿 那如果做完了你不要 你订单在这 你违规你得赔我 但是李嘉诚放弃了 李嘉诚说成 说现在这个香港作料花还好卖 我这批货做出来呢 你不要不要紧 我还能卖给别人 应该能卖出去 咱们买卖不成仁一在 我就不向你赔偿了 以后有事你再找我 李嘉诚也是呢 这本着何其生财 但没想到的是呢 隔了不长时间 有个美国人找 大笔的订货 李嘉诚一问 这个美国人 就是上一个客户给介绍来的 上一个客户说 我订他东西了 到时候我不用了 他居然没向我赔 你看这个人好 讲信用部说 对人也好 你再订花 让他人订 这美国人从李嘉诚 这订走了 跟他连续保持了四年的合作 你说这得给他赚了多少钱 所以就这些小事 挪在一块 你就会发现 李嘉诚 不怕事 就说我这点牺牲一点 无所谓 我只要有这个实力 有这个能力 我能承受得起 还是和气成才 大家都是朋友 不要把事做绝了 咱们现在有的人一做生意 哎呀 那个合同签那个戏 对方又有一点不对的 我违规 违规 你得赔我 赔我 很多人都这么做 你看着 表面上这点便宜 站来了 很可能 失去背后的这种人败 因为合同有的时候 就是为打官司 那是万不得已 才走那程序 才把这合同足条用上 你咱们现在有的电视 也误导大家 一签合同 双方剑把弩张的 也有人钻合同漏洞 咱们不否认这个现象 可是你这种现象 一回两回行 真正经做生意的人 谁能利用合同的漏洞 去占你拳一下 他以后还想不想干了 所以你要想 长时间在一个行业干的话 诚信人脉是最主要的 这个合同 也就是保证双方一个底线 说白了 以防万一 你要总想着 我这做一段生意 这合同上算计对方 这能用上 你要走那么想 那恐怕你这生意 就做到头了 你就要完蛋了 所以这李嘉诚 在这上 确实很老行 另外还有一点 李嘉诚 不被眼前利益所诱惑 他想的是长远 咱们想很多人 那挪点资金 啥挣钱干啥 说干这个能挣钱吗 说现在看不出挣钱了 如果大家都能看出挣钱了 还能轮到你吗 李嘉诚就有这种魄力 他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清晰判断 你看李嘉诚是怎么真正成为大富豪的 不是靠塑料花 而是靠房地产 李嘉诚依靠自己的努力 与做事理念 挖得了人生路上的第一桶金 可是真正让他大富大贵的 却是他进军房地产之后 那李嘉诚在地产界 又是如何一步步立足发展的 他进军房地产的时候 正是香港房地产飞速发展的时候 靠什么呢 就卖楼花 什么叫卖楼花 就我们现在说 预售 七房 按揭 谁发明的 1954年霍英东发明 就是我这先设计个规划图 这楼几层几层我都画好了 你看你要买几层买哪户 然后预售给你 你交一部分预付款 剩下你到银行去贷钱 这个在我们今天看再正常不过的 七房销售嘛 按揭嘛 那时候是霍英东发明 这一下解决了什么 解决了房地产先机投入问题 不用先机投入 你先付款项 我这挖钩就开始干 最后等该差不多 你再一点让其他钱进来 结果房地产业飞速发展 炒落花 但是这个有隐患 这是你现在经济好 经济不好 银行一缩紧 带不出钱来了 那这就维持不下去了 我这就再来说 我这就想要